今天写条短的,因为现在这世界绝对是多事之秋,有好几个小伙伴问,尼日尔发生政变了,这是你怎么看? 看到留言时,我其实已经先看到新闻了,什么一种感觉,简单来说就是该来的最终到底还是来了。 为啥这么说,我们先来看这次政变,如果认真去看细节,会发现它充满了很多地方,充满了诡异。 我们先来看一下政变的大致过程,当地时间7月26日上午,尼日尔总统府卫队突然发难,总统巴祖母遭到扣押软禁,卫兵出动乱七八糟的皮卡什么的,把总统府的进出口通道给封锁了,还把总统附近的一些建筑也封锁了。 怎么说,这场戏,开头就很诡异,因为总统府卫队是总统的贴身保镖,应该是最受总统信任的人,才能担任这种职务的,怎么会突然反了? 所以,这是才一开场,就充满了那种奔放不羁的非洲魔幻风格。 接下去的是更精彩,这帮卫队成员实在太业余,光知道堵路控制住总统,却没想到要占据首都要地,甚至连关闭网络,掐断总统对外联络的渠道这种事,都没想到。 发现此漏洞后,总统赶紧上他的社交媒体账号,向军方呼救,你们赶紧来救驾呀。 然后更诡异的是发生了。 刚开始,军方还派人,跑去和卫队方面联系,说让他们放掉总统。 没过多久,两家就宣布谈判破裂,卫队宣布,总统我不能放,军方则摆开架时,发出最后通牒,说,你们如果不放总统,可别怪我不客气。 傻感觉,剑拔弩张,似乎一场血雨腥风,马上就会到来。 但这是非洲大区呀,很多是都很魔幻的。 结果过了段时间,不知道怎么回事,总统居然善善地把发出的求救呼吁给删除了,军方在发出最后通牒之后,就万事大吉,一副我已经尽到责任的态度。 尼日尔的老百姓,人家一副见怪不怪的态度,他的首都尼亚美照样车水马龙,居然一切都秩序正常,国家电视台也没啥特别的反应,还在继续放他的音乐节目和肥皂剧。 政变这种事,对一个国家来说,本该是天崩地裂的大事。 大非洲自有国情在,架不住大家的心理素质,实在都太好,而且都好到了极点。 就怎么着,到了7月26日深夜,事情又变了,尼日尔国家电视台突然闯进去一堆军人,领头的是个上校,名字叫阿玛杜·阿卜杜拉曼。 穿了一身鲜艳的蓝军装,宣布成立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,推翻八祖母政权,由军政权接管国家事务。 阿玛杜·阿卜杜拉曼还说,军队将封锁尼边境在全国实施宵禁,这件事也挺魔幻的。 为啥,尼日尔的将军可是一大堆啊,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区区一个上校来,来宣布这么重要的事,这也太不严肃了吧。 更何况事情发生后,军方不是站在总统这一边,对卫队发出最后通牒的吗,怎么突然之间军方就转向了? 看到这里,很多人肯定会觉得,这是背后,必定有诈。 结果呢,又搞笑了,没过多久,大头出现了。 7月27日凌晨,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出现了尼日尔总参谋长阿卜杜·西迪库·伊萨的声明。 大意是,为了保护总统八祖母及其家人的生命安全,同时避免军队内部发生致命性对抗引发流血事件,军方已决定支持阿玛杜·阿卜杜·拉曼, 也就是那个穿蓝军装上叫发的声明。意思很明确,我们也参加政变了,但给出的两点理由,大家不妨细细品味一下,实在是太那么有点牵强了。 不管这过程有多魔幻,但有一点是确定的,尼日尔这国家发生政变了。 然后到了今天,更多的消息出来了,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宣布,该国新领导人为将军阿卜杜·拉赫曼奇亚尼。 法新社援引尼日尔国家电视台消息称,军队接管政权后,该将军成为尼日尔的新领导人。 看到这里,有人可能要说了,一个非洲小国发生政变,很正常没啥。 如果普通国家,也就算了,但在现在这种情况,尼日尔出事其实相当不得了。 为啥?我们光看两件事,就看出这地方有多重要性了。 一是我之前说过,法国在非洲的地盘主要在哪里,西非,经营很多年,甚至一度到了每次法国国庆,一堆非洲国家元首跑去官吏,就和开小联合国峰会式的这种程度。 但现在,最近这些年,法国遭到了大溃败,被一堆西非国家扫地出门,向马里不及纳法索等。 现在在尼日尔驻扎着一千多法军,同时还驻扎着美军,尼日尔是他们在西非最后的据点了。 二是,这是我之前也说过,尼日尔这国家,油矿资源很丰富,这对法国来说非常重要,因为法国核电占总发电量比例75%,这个比例全世界排名第一,是全世界最依赖核电的国家。 但这么一来,法国对油矿的需求就大了。 这里有个不完全的统计数据,说它每年需求量差不多是9900吨,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。 搞核电,就得有原料。 法国核电占的原料从哪里来?主要两地方,俄罗斯和尼日尔。 其中,尼日尔占了法国油矿需求量的一半左右。 结果搞笑了,因为俄乌战士,法国得罪了俄罗斯, 这次呢,尼日尔又政变了,后续会怎么发展,还不知道。 所以,尼日尔的这次政变,至少对法国来说会影响很大, 一是,在西非最后的据点没了, 二是顺带着连核电站的原料来原地,说不定都会没了。 所以这绝对不是小事,对法国来说,这场政变的过程虽然很魔幻, 但结果却是实实在在的,在未来一段时间, 如果他没法处理好这事,将意味着一场地缘级别的惨败。 为啥这么说,到这里,就得介绍一下尼日尔这个国家了。 如果论国土面积,它其实不小,126.76万平方公里, 人口也不少,现在有2200万的样子。 当地老百姓挺能生的,他1990年代的人口也才600多万, 人家才用30多年就成功地使他的人口变成原来的三倍。 但这国家面积虽大,其实自然环境一点都不好, 因为他至少80%的土地都是撒哈拉沙漠。 这里上张图,大家感受一下。 所以这2200多万人,主要挤在三个地方, 第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西南角, 也就是图上尼日尔河流过的那地方, 他的首都尼亚美也在那里。 第二个地方就是他的南部,紧挨着尼日利亚那块。 第三个地方则是在撒哈拉沙漠中, 他的北部有个二高原,地势要高一点, 所以就会下点雨,但也不多, 多的地方年均也就下个150毫米, 少的地方也就50多毫米。 但这地方是山地,虽说下的雨少, 但水还是会往低处流的, 所以有些地方能汇集到不少水, 所以这地方也会住些人。 那么,尼日尔人是怎么过活的? 他们主要靠畜牧业,大家都放牛放羊, 一部分人也种些粟米什么的,搭配着吃。 看到这里,可能有人要说了, 虽说自然条件不行, 但他毕竟产战略资源, 法国核电站一半的油矿都是这国家产的, 他应该像沙特、阿联酋这些国家, 挺有钱的吧, 但答案是, 没有, 当地老百姓穷得要死, 人均GDP才600多美元, 对比一下就明白了, 印度这国家就算再怎么样, 它的人均GDP至少还有差不多2400美元, 为啥明明产那么多油, 当地老百姓却还是没钱, 看这件事就明白了, 在尼日尔, 有家法国公司挺出名的叫Aervan, 它在当地有两家子公司专门采油矿的, 这两家公司从当地要了非常多的特权, 各种免税, 比如说增值税, 燃油税啦什么的, 总之就是尽可能的多要, 但这还不算, 这家公司还跑去跟尼日尔政府说, 我们可是讲环保的, 这些油矿可是有放射性的, 为了防止今后的辐射商人, 我们采了之后, 还要对矿山进行重建, 把环境恢复好,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, 是不是觉得法国人很讲环保, 才不是这么一回事呢, 本来从这两家子公司争的税就不多, 为了重建矿山, 所以法国人还要尼日尔政府给他们流出20%的利润, 这些利润尼日尔政府也不能征税, 这些钱真的用于矿山重建了吗, 当然没有, 结果就是, 在法国每三盏灯中就有一盏灯是因为尼日尔的油而点燃的, 但尼日尔从中却没得到什么东西, 它仍然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, 很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, 这么一种情况的结果, 大家也能猜得到, 这地方迟早会发生动荡, 但因为油矿这种重要的资源存在, 在过去, 尼日尔的整个国家就以一种非常诡异的形式, 不时出现各种动荡, 怎么说, 动荡背后有只无形之手, 到这里, 我们就可以回顾一下尼日尔的历史了, 事情要从1974年说起, 当年4月, 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突然响起了枪声, 政变领头的人名叫赛伊尼, 孔切, 政变前的职务是尼日尔武装部队参谋长, 这个孔切是啥背景, 他在法军服役多年, 1949年加入法军, 先后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住房过, 因为表现不错, 还被选入法国弗雷如斯海外军官学校进修, 毕业之后赶上尼日尔独立, 就转入尼日尔军队了, 但他还是法国的重点培养对象, 在1965年到1966年, 又去巴黎军校学习了, 回国之后就当参谋长了, 看到这里, 有人可能要说了, 我猜出那个无形之手是谁了, 但这事没那么简单, 因为孔切推翻的人, 名叫哈马尼·迪奥里, 是尼日尔开国总统, 他的经历也不简单, 他是法国常年培养的精英, 从1946到1959年, 整整13年, 人家一直在法国国民议会中担任代表尼日尔的议员, 之后因为法国人跟他说, 架不住了, 必须让尼日尔独立了, 他这才当了开国总统, 看到这里,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糊涂了, 大家都是有法国背景的人, 这场政变, 岂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,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, 但在尼日尔,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, 这种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事, 之后还不断发生, 孔雀掌权的时间, 从1974年一直到1987年, 当年11月他突然生病去世了, 怎么办, 就由他的老乡兼老部下赛义部继位, 刚开始还好, 但很快就出事了, 有个他的老战友站了出来, 说你凭什么坐这位子, 这个老战友名叫谭甲, 资历和赛义部差不多, 都是孔雀的老部下兼老乡, 两人相吃不下, 怎么办, 又冒出了一个人, 名叫奥斯曼, 这人没啥法国背景, 是尼日尔地产名人, 说到这里, 他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, 政变在起, 奥斯曼在总统大位上, 才做了三年都不到, 1996年陆军参谋长迈纳萨拉发动政变, 然后搞了场选举, 结果大家也能猜得到, 他肯定会获胜, 迈纳萨拉于是就当了总统, 但问题是, 他也是地产军人, 可一向和法国没啥关系, 迈纳萨拉在位的时间也不到三年, 1999年在首都尼亚美机场, 他准备登上直升机时, 突然枪声响起他被打成了筛子, 谁下手的总统府卫队, 对他为啥会死, 说法很多, 有人说这背后有阴谋, 有人说不是, 是这卫队士兵枪支走火,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, 因为接着执掌权力的是总统府卫队长旺凯, 旺凯在位没多长时间, 当年11月, 尼日尔搞了场选举, 选出了一个人, 谭家, 你没看错, 就是那个孔切的老部下, 早年和赛义不争权, 结果一拍两散, 反而让奥斯曼占了便宜, 当了总统的那位, 谭家当年和赛义不争权, 是在1991年, 之后两人一直僵持到1993年, 然后奥斯曼当了总统, 谭家在八年之后终于得偿所愿, 谭家有法国背景, 所以他总统当了十年干了两届, 到2010年时, 他就开始琢磨了, 该怎么办, 才能让我继续干下去呢, 于是他就搞起了修宪, 然后和开国总统哈马尼, 迪奥里差不多的遭遇, 又落到了他头上, 2010年, 尼日尔枪声再起, 又政变了, 但这场政变, 有点搞笑, 谭家本来就是军方出身, 他才想干个第三届, 就被军方赶走了, 接下去该谁干总统, 又出现了一个人, 优素福, 这人是啥背景, 上面说过, 1996年, 才干了三年不到的奥斯曼, 被陆军参谋长迈纳萨拉发动政变, 结果推翻了, 优素福是奥斯曼当年的老搭档, 他2011年通过选举当选总统, 干了两届之后, 在2021年离开这个职位, 接下来当总统的是哪位呢, 就是刚被政变推翻的巴祖母, 他是优素福的老部下, 2021年他刚上台时, 尼日尔军方就曾发动过政变, 但是失败了, 最近这次是第二次, 看完尼日尔独立之后, 这60多年的历史, 是不是看出一点规律来了, 大致有这么两点, 第一点是, 尼日尔内部被某只无形之手搅动, 至少必须保持着两股对立的力量, 现在的这两股力量, 是军方和地方政客, 第二点是, 不管那股力量, 想长期执政是不可能的, 这个长期有个期限, 十年, 不管是谁, 都不能超过, 比如说, 不识相的檀家, 就仗着自己是军方出身, 想超过十年, 就被自家人给推翻了, 优素福呢, 就非常识相递, 自己下位了, 看到这里, 大家是不是明白了什么, 在过去60多年, 这只搅动尼日尔政局, 导致发生那么多动荡的无形之手, 就是法国人, 但为了油矿, 他尤其讲技巧, 于是问题又来了, 那这次政变背后那只手, 是不是也是法国人, 很难讲, 为啥, 这次政变, 和尼日尔之前的历次政变, 情况非常不一样, 之前的政变, 基本上就是军方主动搞, 整个过程都非常清晰, 目的性非常强,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的, 怎么说, 就是丝毫没有这次这种非洲大区的魔幻特征, 但这次是总统府卫队先下手, 军方刚开始还有点猛, 中间还跑去和卫队谈判, 到当天深夜, 突然莫名其妙地跑出一堆少壮派的军人, 跑到电视台前说支持卫队, 然后军方才说支持, 整个过程的细节和之前相比, 差得实在太大, 突然之间充满了非洲特色, 很有魔幻性, 怎么说, 从目前来看, 应该只能初步判定为这几年, 因为法国人在西非节节败退, 站不住脚跟, 连尼日尔这边也动荡起来了, 再加上之前很多年, 连尼日尔的军方和当地文人政客之间就一直有夙愿, 既然总统府卫队都动手了, 他也就顺水推舟把球拿下, 如果情况真的像所判定的这样, 那么这意味着法国在当地的衰退, 极可能导致他在西非最后的据点不保, 到这里, 可以来个大致的总结了, 虽说真实情况如何, 还要进一步观察, 但这两点是可以确定的, 第一点是, 500多年的殖民史快要走向终结了, 很多西方国家不劳而获的日子也将随之结束, 不光是法国, 其他国家也这样, 第二点是, 用不了多久, 我们将会看到很多名义早就独立的非洲国家将会迎来真正的独立, 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, 一个依赖吸血而存在的体系, 当它没法再顺利吸血时, 终将崩溃, 这两天我们见到的, 是一个殖民帝国最后的夕阳日暮, 世界正在大变, 我们在不断地见证着一个又一个的历史。